哈囉大家早安 我是心田 那我現在人在台中的豆點Hotel 早上剛起來化好了妝 要開始來整理我的頭髮 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畢竟是來台中嘛 所以呢就是一個簡單的輕旅行 沒有帶行李箱什麼的 妝的東西就是越輕便越方便越好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帶了這一支 這個的話呢是Feature Lab的 婦女子燙髮書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神奇又厲害的小東西 沒錯它就是長這樣 然後呢這是它專屬的袋子啦 還不錯是這種絨布的質感 裡面的話呢我還有裝了就是他們的這個充電器 它是直接用這種USB就可以充電的 充飽了之後呢它是不需要插電的 這樣子的一支 剛剛說過的它的名字叫做 副離子燙髮書 所以呢簡單來講呢就是它有副離子也有燙髮的功能 它可以釋放出副離子 鎖住我們頭髮的水分 那我們的頭髮就比較不會乾裂啊 然後就有保濕柔順的感覺 再來呢我現在打開來看你看 這是它梳子的樣子 再來的話呢就是它可以加溫燙髮 那它的溫度的話呢是最高可以到180度 在於我們做造型的時候是非常適合的溫度 好那我就直接來試用給大家看 它就是長這樣可以看到它的梳子 然後啊其實我覺得它的設計是非常安全跟貼心的 開啟之後啊就是它會加熱的過程 就是它這邊它的熱是在裡面 所以呢手摸到梳子啊或是這邊 就是都不會燙到 那你這樣子平常要攜帶在包包裡 外出的時候都很方便 對那我現在的瀏海呢就是還沒有整理 所以很長然後就這樣塌塌邊邊 然後我覺得呢上面有一點糖 所以呢就要來馬上使用這一支 首先呢就是這個開關的地方 長按 亮這個藍色的燈呢就是它的負離子的模式 那這個時候是不會熱的 就是像是我們頭髮啊剛剛起床啊很毛躁很亂的時候 它主要可以先來撫平我們的毛躁感 所以呢我就可以先開這個負離子 然後來梳個頭髮 梳起來是不是覺得頭髮很柔順很有光澤 再來呢就是再按一下 欸它開始在這個閃紅燈 就是它開始正在加熱 等到它加熱完成之後呢就會是 維持在同一個紅燈 它就不會這樣一直閃了 如果你覺得就是你常常用什麼電棒梨子夾 你是蠻容易燙到自己的話 這個就很方便 因為這個 怎麼樣你都不會燙到自己 有感覺到就是稍微有多了一點點溫度 微微溫溫的感覺 但是手是完全可以OK的 這樣握著都不會燙 好了所以呢現在我們就可以來燙髮囉 那我現在主要都是針對 瀏海的部分 先簡單梳順一下 就可以感覺到有溫度了 然後我會在上面這邊停留一下 然後我會在上面這邊停留一下 有沒有它這個側面的弧度就有點出來了 再一次 好再來就是底下的部分 卡進去 到底下一點的地方 捲起來 這樣子呢就可以讓我們等一下髮尾的部分 就是是彎起來的 停留一下下 有沒有 有 自問自答 你看看 這邊這個弧度跑出來了 是不是跟剛剛一開始那個凌亂的瀏海 完全不一樣 很方便吧 超快的 而且我覺得它最方便的地方呢 就是像是有時候我們在外面啊 有戴帽子 或是風太大 或是坐機車 那個安全帽壓完之後 瀏海整個扁掉 亂掉 這時候就趕快總包包拿出這一支 馬上燙一下 OK 隨時保持完美的瀏海狀態 特別是下雨的時候 頭髮直接馬上塌掉 因為我自己也是 所以呢就是 會滿需要這種可以隨身攜帶 就可以燙髮的東西 這真的很方便耶 然後我現在想要讓這邊 有一點內彎 好 這樣子就內彎了 所以如果你的頭髮長度 是在這個地方的話 剛好是短髮啊 就可以直接用這一支 完成整個頭髮的內彎 因為啊 我的分線它不是在正中間 所以這邊呢 有時候會比較塌一點 就可以用這個 反過來 梳子在上面 然後呢 在根部的地方 放一下下 它這邊呢 就會稍微這樣 有一點膨起來 多了一點 自然蓬鬆的感覺 所以啊 像是如果你戴了安全帽 戴了帽子 壓扁了之後 你想要讓頭髮 重新在外面 就可以趕快維持蓬度的話 就是靠這一支了 你看 你看 因為我現在的頭髮 是有用襪子捲破的 所以呢 現在這個弧度 是一定有的 但是呢 還是會有一些這種 不夠捲的地方 就可以用這個 增加一點內彎 有了 就這樣子彎進去了 這個真的很簡單 又很好上手 重點是你不用怕被燙到 像我弄那個 頭髮的時候啊 每次我媽經過都說 好可怕喔 因為我媽完全不會用電放 她就是一直覺得說會燙到 但是這一顆呢 如果她用 就不會燙到了 像是我下下禮拜 要去露營啊 我也會直接就帶著她 直接就去露營 喔對啊 然後其實像這一支的話 男生也可以使用 是非常方便的 例如說呢 有時候你可能想要做一些 比較類似由頭的造型 就可以整片梳起來 就有那種帥氣有霸的感覺 這就是隨時可以保持 我頭髮完好狀態的 小秘訣 要關掉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長按 沒有燈了 她就關機了 然後呢 就可以套回這個剛剛的保護蓋 完成 直接收納收起來 結束我們今天的頭髮整理 來 今天超熱耶 狂流汗走在路上 所以我現在頭髮整理 趴下來了 這個時候呢 露營的看法書 好 加熱一下 加熱完成 趁吃飯的天 趕快來整理一下 好 好 那來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個副椅子燙髮書呢 在我們 像是去戶外啊 或是輕旅行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非常方便 跟好用的 小幫手 用好攜帶 那就分享給大家 也推薦給大家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心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跟小鈴鐺 繼續支持我做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